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听到病例与雪山之巅笑了 王一博和肖战的CP粉也炸锅了 在雪山之巅 寒风凛冽 白雪矮矮 这里是王一博和肖战CP粉的圣地 是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 他们期待着 有朝一日 他们的偶像按照坚不可摧的约定 能够病例于雪山之巅 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风景 王一博 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征服了无数粉丝的心 肖战 一个温柔而又强大的男主角 他的每一个微笑都能让粉丝们为之疯狂 他们 是娱乐圈中最炙手可热的CP 也是粉丝们心中的最佳拍档 粉丝们纷纷表示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王一博和肖战 并立于雪山之巅 象征着他们之间的坚不可摧的友情和爱情 这个愿望 像一股无形的力量 激励着每一个CP粉 让他们为之奋斗 为之努力 王一博素颜直播 状态超好 他主演的电视剧追风者 剧情环环相扣 是又然又A的民国谍战 精彩绝伦 扣人心弦 更是看到了他的付出 他的汗水 突破了自己 获得了实力派的演技 兽形戏看着让人揪心 让人感同身受 王一博听到 并立于雪山之巅笑了 CP粉顿时炸锅了 再次听到王一博和肖战的关系 真的是恍若格式 他们纷纷高喊等待太久了 激动万分 王一博的素颜和演技都令人折服 我对王一博确实情有独钟呢 他的素颜 清新自然 就像清晨的阳光洒落 每次看见都如同浮去了心中的尘埃 让我感受到了纯净与美好 而他的演技更是精湛无比 像磁石般吸引着我的目光 每次的表演都充满真挚与深情 仿佛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我特别喜欢他主演的陈情令 这部剧的剧情扣人心弦 让人欲罢不能 而王一博在其中饰演的蓝旺基 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他将蓝旺基的内敛与深情演绎的入目三分 每一个眼神都透露出深沉的情感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 特别是在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中 他的表演更是让人内幕 仿佛能够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心灵 王一博的演技之所以如此出色 不仅在于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更在于他对情感的细腻把握 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其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种精湛的演技 让人为之赞叹不已 也让人更加期待他未来的精彩表现 总之 王一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他的素颜与演技都让人为之倾倒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如同一阵清风拂过人们的心田 让人感受到美好与温暖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他一定会继续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王一博 这条路算是走对了 想象一下 一位金融大佬与一位职场新手 在金融圈展开了一场信仰之争 这不是什么平凡的故事 而是追风者中沈涂南与魏若来的传奇 沈涂南 金融界的精英 谋略高超 一跃成为金融圈的大佬 而魏若来 则是一个充满热血与信仰的青年 来自江西 却孤身一人在上海奋斗 他们的命运交错 却因为信仰的不同 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在剧中 每一个细节都仿佛在呼唤着观众的注视 沈涂南和魏若来之间的师徒情深 却因为信仰的碰撞而变得微妙起来 魏若来在沈涂南的教导下成长 但当共产主义的信仰点燃了他内心的火焰 他选择了与沈涂南分道扬镳 坚定地表示 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金融的较量 更是一次革命者的牺牲与信仰之旅 沈涂南与魏若来的冲突 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更是时代的抉择 他们的故事让观众思考 当个人利益与理想信仰发生冲突时 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 而王一博的演技和角色塑造更是让人瞩目 他将魏若来的内心挣扎和成长过程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对他的表演寄予了厚望 评论中有人说 一博他演出了得目的幼泉感 就是明知道他之后一定会是很帅的大狼狗 只是现在耳朵还没立起来 纯粹的 干净的 又有点柔软的感觉 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在剧中的角色形象 剧中的细节处理也是其成功之处 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紧张与震撼 每一个对话都质地有声 尤其是魏若来与沈图南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魏若来在央行的勇敢表现 还是他与沈图南之间的对峙 都展现了剧情的高潮迭起 更让人动容的是魏若来与哥哥之间的情感 在他哥哥生命垂危之际 他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还要为哥哥交代一言 这种兄弟情深使得观众们对他们的命运更加牵挂 更加期待着剧情的发展 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 王一博选择了勇敢前行 他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剧中的故事也引人深思 或许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选择 但只有坚持自己的信仰 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王一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他的素颜与演技都让人为之倾倒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如同一阵清风拂过人们的心田 让人感受到美好与温暖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他一定会继续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